大家好,今次這部影片記錄了泰國釣蝦場的一些片段 體驗一下泰國的釣蝦場是怎樣運作的 而今次去的釣蝦場就是這一間,泰文就是... 無恨法蘭哈 詳細地址我會放在這個Description 它的價錢是$200泰幣1小時,大概是$40-$45港幣左右 非常之便宜 雖然是室外地方,但也有風扇 當日的溫度是接近36度,但也不會很容易很辛苦 由於我是第一次去試泰國的蝦場 所以我未知道情況,所以沒有帶到這個私家鋼 泰國是用單勾,而不是用天平或長短勾 由於我不太懂得綁這個單勾的線組,而且也懶得說明 所以我就直接借了這個弓塔去試玩一下 聽聞其他師兄也有提及過有試過自己帶自己的鋼,是沒問題的 而蝦場提供的釣竿就是這支超軟竿 而它的釣竿應該是內臟、豬或雞 台灣有些釣竿都是用內臟作為釣竿 一些魚腸、雞心、豬肝等等 等職員量好水深之後就開始作釣了 大概等了十多分鐘,終於看到浮波有反應 但由於當日太陽非常猛 所以畫面上難以看到水面上的情況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輕輕向上挑一挑 然後看到釣竿維持一段彎曲 就知道有釣到一些東西了 不知道大家看釣蝦片段時,喜歡看什麼畫面 我自己比較喜歡看打的這一刻 感覺看打這一刻,其實可以知道這個人的釣蝦經驗和技巧等等 先前有看過其他釣客的釣法 知道如果中到蝦的時候,是沒辦法用純粹釣的方式令他上來的 要靠蝦場提供的籃子去撈回來 這樣就成功釣了一隻 這隻蝦應該是我釣蝦以來最大的一隻 在其他地方都沒試過釣過這個重量和這個大小 而這個蝦場有一個特別的小遊戲 就是可以估計蝦的重量 如果估計的重量和蝦的重量是一樣的話 就會有獎品 我估計應該是一些日用品 因為他在池隔有放一些雞蛋或者油之類 回到主線,釣蝦的部份 之後我就打算慢慢拖動釣蝦去吸引蝦去咬蝦 不過用途不大 反而放回原位讓咬蝦更有效 不知道這個太過是這樣還是蝦池的底部 都不是很多蝦 雖然蝦場加蝦的次數其實都頻繁 但每次數量都不算多 可能每一個角落加4-5隻蝦 然後一個鐘就加兩次 在印象中記得就有掉蝦了兩次 但很可惜最後只有1隻上釣 如果沒有掉蝦的話應該可以釣到3隻 這次釣蝦釣了2個小時 價錢非常便宜 幫朋友就拿了4隻 總共釣了5隻的大巨蜜 之後就跟職員說不釣 因為他跟一般的蝦場不同 他不會提醒你的釣蝦時間已經到 你要自己跟職員說 在溝通過後發現他沒有一些普通的鹽燒蝦 跟他說BBQ的煮法的時候 他就說要收回這個太過160元 煮出來就是這一碟的效果 雖然蝦真的很大 但不知道是否因為養蝦的關係 還是水質不乾淨的問題 吃下去有一種不太新鮮的感覺 也不知道是否因為煮的一些調味的問題 因為這個口味的問題 這間店鋪也有一個招牌乳豬 但這次我們沒有吃到 因為都吃飽飽 然後就去釣蝦 下次有機會再回來試試乳豬 或者再釣蝦 總括來說以釣蝦來說 其實很值得來試一試 很便宜很大隻 有不一樣的感覺 但如果你想吃蝦的話 其實就不太建議來試 因為他那個... 不知道是蝦的問題 或者是煮法問題 這個真的是 看看可不可以有其他師兄 可以提供這個看法 OK? 以上就是太過釣蝦的體驗 如果想看我更多釣蝦的片段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Like這條影片 下次再見 拜拜 一定要走 谢谢观看